欢迎回到新闻聪秀 今天三位专家大多都认同 现在是存食品股的好时机 重点是 崔永哥存什么呢 就是存它目前的股价 还在便宜价的一些标点 它还有长线的存股价值 如果你存到那种已经到偏贵的 它长线的存股价值 就会大打折扣 那我今天带来三档股票 是我认为它现在目前的股价 都还相对的便宜 第一档是1210的大城 它的核心业务其实做饲料 饲料 然后它这几年慢慢的跨入到养鸡 跨入到鸡蛋 听说鼎泰风的蛋炒饭会这么好吃 是因为用他们家的 原来真的 所以它是相关的 它这几年跨入到一些 摊衣业 盛博店 新业 都是大品牌 所以其实这是一家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 还长期蛮稳健的一个 获利的一个食品公司 那它的股价 其实现在也相对合理 通常我在看食品股的股价的时候 我会去参考一个 所谓的净值比的概念 那以它去年第三季的 每股净值是来到24.38元来看的话 然后合理的股价 会落在以它240天的 平均净值比2.28倍 所以换言之 24.38乘上2.28 55.59 这就会是大成它合理的股价 现在大概多少 现在在这个价格之下 这个价格之下 是台股食品股中 其实少数 真的是少数股价在合理价之下的 大部分的股价都已经来到昂贵 甚至有些来到疯狂的价格了 所以它如果越往这个便宜价走 它就会是越是 大家创造出长线存股的一些价值 这是第一档大成 价格大家知道 它除了这个贵格卖片之外 还有什么得意的一天 价格这几年一直遇到麻烦事 跟大家讲 食品股你要创造出好的 长线的存股价值 一定要等到它遇到麻烦事的时候 进场去买 价格这几年有些麻烦事 来自于它中国的一些 投资的事业有一些状况 所以导致了它的获利一直往下降 但是股价也跌很多 你看从141.5 已经跌到了前波最低的来到42.9 这是2011年 2011年曾经来到141.5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食品股它也是会跌 就是它遇到麻烦事的时候还是会跌 股价最高的跌幅来到69% 然后后来弹升到73 最近又掉到40几块 我觉得它一个很好进场点 大家可以参考 下面这个是月KD指标 就参考月KD如果出现低档 20一下黄金交叉的时候 就可以去思考 因为它上一次出现低档黄金 就在2018年的11月 当时是在42.9这边出现黄金交叉 然后后来它弹升到73.7 然后后来这边死亡交叉之后 又开始往下跌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档 我会当作我的口袋名单 如果它一旦出现了 这个月KD黄金交叉 那可能长线的投资价值 就会浮现了 太好了 清红谢谢 很简单 第一个很简单的选股策略 第二个很简单算出你进场的时间点 月KD来到了相对低档黄金交叉 就是存股长线进场好的时间点 好 侯伦老师您呢请您上台来 现在进场就如金融哥所说的 很多都是在相对高档了 高档存股压力也大 现在您建议哪一些可以存股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投资前最重要的事情 这本书里面的例子 那这个包勃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但是这个指数跟投资是真正的 他说这个人就是很衰 运气很不好 他在1972年的时候买了6千块美元 买完之后最高点 然后碰到美国大空投市场 跌了48% 然后买最高点之后就不管他了 到1987年8月 他现在存很多钱了 4万6千块美金 又买下去 OK 又买在最高点 你看有没有这么随 碰到黑色的星期 美国又大跌了3 4% 又过了十几年 我存到6万8千块美金 再买又买到2000年 网路科技泡沫之前的最高点 对 然后跌了55% OK 然后到07年就大概就是这样了 买完之后泡08年金融海啸了 然后再跌57%了 那大家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很惨 完全不是 他这个统计从到1972年到2013年 他就买这四笔 都买在波段的最高点 结果最后还是赚了5倍 因为股票长期都是会上涨 比如说刚刚那个 可抗通膨的一些食品股 或其他有互成和竞争力的公司 他其实长期都会上涨 所以从1972年到2013年 这包博是很多人的写照 就是说我一进场 市场都冲走了来就是跌 但是你如果经得起跌 第一个不能是融资 这笔钱你要放下去之后 就没有其他用途 你能够撑个40年 因为从1972到2013 你的报酬率是500 所以说耐心是最好的互成和 应该我们如果是存股放长线的话 没有人会像包博这么衰 你怎么可能每一次都买最高点 不可能 没有这么衰的 所以我们说定期定额的话 你高点低点就平均了 就算我们统计1965年到1995年 你每年买在最高点 跟包博一样很衰 你运气很好 买到最低点 都不可能 你买在最高点最低点都不可能 假设定期定额存股的话 假设我们不是买最高点最低点 我们是每年第一个交易日进场 结果都差不多 对 其实你如果定期定额买出那个微笑区线 就是看你是对 看你是什么心态 如果说你是放很长期几十年要当 要学我当传家宝的话 OK 就是最简单就定期定额 那我这边就统计从07年到21年 大概15年的时间 那年化报酬率 大概就20几% 每一年20几% 总投资报酬率都20倍 都几乎20倍 18倍 16倍 14倍 那连华大概10倍 大成大概 8倍左右 8倍 对 那中华石就接近20倍 因为0050的年化报酬率大概10%吧 差不多过去15年大概8年就 可是0050大概就成分股 台积电就占了超过一半了 对 所以主要0050可能就台积电的涨幅 20% OK 那0056可能就比较差一点 年化只有5% 原来食品股长期的投资报酬率 是远高于台积电 甚至元大50还有元大高股息 那但是现在很多都已经涨到相对高点 黄老师现在进场 我说的是现在空手才要进场的 要怎么挑股票呢 如果说你定期定额就买那个龙头股 第一个公司也蛮倒霉的 饮料原料的供应商 那去年涨很多 大概去年上半年大概涨到快500块 500块 那现在跌到300块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疫情要封城 对 然后那个限电 对 然后战争 然后原物要上涨 所以现在拉回来反而是好的进场时间 我是有在买 OK 对 其实我那时候涨到500我也没有卖 就是我是长期投资化 其实没有卖 反正股息每年都越来 它获利其实还是不错 只不过最近中国事情比较多一点 对所以其实算是好公司运到倒霉事 OK 对 那德卖也是蛮稳定的 它是全台湾最大的烘焙原料供应商 那公司跟我说它每个月都在涨价 是 我刚刚讲过奶油 面粉都在涨价 好 对 那中华石因为也是去年涨多了 最近也修正不少 有些投资人可能蝶会担心 那如果说你放长期是不用担心 要讲清楚一点 OK 好 大统一座油的全台湾最大的油脂供应商 对 莲华食品在刚刚讲说 就刚刚讲可乐果 对 对 然后它帮7000代工那些微波的产品 食品 便当那些 莲华食品 莲华就是面粉 OK 面粉 气体 大成也是刚刚金雯哥赞同的 对 其实普通大成差不多 就全台湾最大两家卖饲料的 鸡蛋的 鸡肉出入的这些 好 谢谢黄老师 请先回座 接下来要请施行大哥上台来 除了依照报酬率选股之外 施行大哥 我们存股嘛 涂的就是股息 怎么从高殖利率 甚至高股息来选食品股呢 两位专家都讲到这个大同意 是第一名 殖利率很高 5.92% 平均每一年有配3块多 不错 像这个德卖 虽然股价高 可是你看平均每年有10块 也不得了 它主要是跟卖有关的 就是说烘焙相关的 这些食品 饼干 糕点它都有 你看像这个天人饮料 天人名茶 喝的也是很高 那像这个莲华跟莲华石不一样 莲华石就是你看那种小朋友节目里面的广告 什么可乐果或者其他的那些零食 那这个莲华是比较多角化经营 它有食品的也有甚至半导体用的化学的用品 它也有 甚至不动产它也涉入 所以其实也股性也还不错 这个殖利率有4 殖利率还有4.38 对 而且这是20年来的平均 比方说还蛮稳的 那里面像黑松 大家想说它就 做汽水 汽水杀式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帮统一的饮料做代工 所以它是隐形的统一 大家可能不知道 隐形的统一 对 那红牙是什么 我敢说全部人吃过它的产品 七七乳加巧克力 这家是做七七乳加巧克力的 对 我当兵的时候 站哨有时候很冷 我就偷吃 有次偷吃被查哨 我快拍了我下肩膀 我想糟了 结果他竟然跟我说我也要 就七七乳加巧克力 大家从小吃到大 殖利率也还不错 3.5%这样 那这里面我觉得比较特殊的 我建议存了大概就三档 我们大概看一下 就是大同益 补丰跟这个合益 为什么 那大同益刚才我给大家看 它殖利率非常高 那也很稳定 那金融海效后 它股价几乎没有再跌的 它的殖利率有超过5% 对 非常好 所以这个再加上说 它总监持股 接近七成 等于说筹码很集中 所以不太会有股价很大的波动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连一间公司 连它的老板自己都持股的话 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那普丰的话跟大城是肉品双雄 那也是金融海效后 它股价也几乎没有什么在跌 长期来看都是往上走 连续配息 连续15年 那殖利率3.75% 股性活泼 股性活泼的股适合成股吗 一般来讲的是希望稳定 那我所谓的股性活泼是 每次有一点点那种什么积温 什么消息 它长线本来就是慢慢往上走 可是一有一点点消息 它又动很快 所以它进可攻退 对 等于说短长都OK 对 那另外比较特殊是合益 那它不是很纯的食品股 但是它是我常常喜欢讲的 就是多题材概念 因为它除了有 它有转投资食品厂以外 那它有子公司是做环保的 那之前台积电在中油有一块地 但是污染很严重 必须有这种环保公司 去把它那个污染物把它清干净 这个标案被合议的子公司拿到 那你看35年都配息 那它大股东是台塑集团 对 所以很稳 那另外它还做肥料 有的是让你开发结果 有的是让你头好壮壮 那这个不一样 不能替代 所以它有做肥料 那也有塑化 还有食品 那EPS去年是估带2.5元 前年也才1.16元 那这样换算殖利率下来的话 其实应该也有5%左右 我觉得值得去留意